我想政府其實他們現在不是說他們低估 而他們亦都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可能他們都知道其實他們這樣打法 這樣觸法 都不可以平息的 但問題就是他們明知道 但為甚麼他們不讓步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政府了 特首已經不是特首 他們沒有權作主 現在香港只是變成一個警察社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警察社會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不理那麼多 早知道就是用警察暴力 希望可以鎮壓下去 但他們一定不會成功 香港人是會繼續出來 但我覺得最希望 就是真的要平息 就不要搞一些假對話 而是真的做一些真正的讓步 才可以稍微和緩一下氣氛 但是香港人一天沒有民主 都會繼續抗爭的 國際是一個力量 但我們也是要知道一件事 國際的支持也是有它的限度 他們是一個保護傘 有一點點作用 但始終要讓步的話 都是要我們繼續抗爭 所以我相信香港現在是一方面本地抗爭 然後國際的支援 再加上法律抗爭三條路 大家一起走下去 大家可能會覺得無力 但是始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世界最專制的政權 我們已經是打破了一件事 就是人家外面全世界都覺得 中共是不會讓步的 中共的力量很強大 但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希望大家抗爭者明白 就是中共不是說完全是 我們是無奈 或者它完全可以控制了 起碼現在我們香港的送中條例 是壽終正寢 這個也是我們抗爭者本身的力量所達到 但是我們要再走下去 不是一個短期大家可以做到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路走下去 始終是兩邊大家對壘 最後我們一定如果有個堅持在這裏 我們一定會勝利 也是我們堅持在這裏 它都沒有我們辦法 所以大家要冷靜 要將憤怒變成最大的力量 可以繼續堅持下去